今天要來去裝一個東西 放在避震器有沒有 彈簧裡面的一個資證 防止它彈跳過暖 拍一下 類似這樣 還蠻硬緊的對不對 類似這樣啦 就是讓它彈簧在緩衝的時候 它下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 它比如有那個 像海綿一樣吸收的力道 它才不會彈跳的那麼嚴重 如果這是以 跟我的比起來這個是晃很多 等一下就 換好之後再試一下 有沒有 就是一台很正常的 COPRUS的搖晃 整理的那一台COPRUS 對啊 對 你看我昨天開的是賓室對不對 對 這個也是賓室 它長胖了 它胖了 吃下去就好 它是可愛 可愛到膨脹 它直接整理 為什麼這個 能不能順便貼一下 它只能再貼上去而已 因為這個有些不能挖掉 嗯 你知道為什麼不能挖掉 你知道嗎 其實像這個 很多MARK不能換圓運指 是因為它不能拆 嗯 如果你可以拆掉它斷掉之後 如果彈掉的話 你上面有沒有 噢 原來你開洗美 你變搭配你的硬勢 因為一個MARK在上面 彈過來就彈到了 然後很危險 所以那個就是 其實不讓你拔 它拔不起來 我彈開了 它就卡在上面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Bison Fitness Bring the Gym Home Bring the Gym Home 你會提供的贊助 提供的 耶 大家好 我是柯B山教室 今天來皇席這邊 處理避震器 柯坡人 不要拖啊 你都不拖啊 哦 可是拖啊 你在拖在車上 別在拖在自己的 好 我去拿 稱兵給你們看 走 哦 奧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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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簧上面 所以可能要拔到補充 啊 這裡如果卡過去 解釋一下 等一下那台就這樣 把它拖上去啊 而且這個就是 這個這樣 有沒有 哇 洗這個 然後洗這個 嗯 彈簧在壓的時候 壓下來 它是最會很沖 對 對 就比較不會那麼的搖晃 就是比較會 頂心 嗯 車會比較硬 比較不會這樣 空氣 軟heart 直接移起來 我們去看自己的車 走走走 差很多 為什麼 後面的本來就比較 比較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後面主要是載人 對 載到人才會比較重 為什麼 前面沒有載人啦 可是前面不是 引擎永遠都在前面 除非你是後製引擎 你看 在這邊 都比較小 挺專業的 對啊 我這是不專業 這是不是 到時候 束帶先聳 你看 要看rie 對啊 不然你抓不住啦 一手無法掌握 所以還用束帶板 所以小溪也一手無法掌握 它會跳出來 對 會爆出來 那問一下老闆 一般什麼情況下會裝這個東西 比如說 裝這個下去有兩種功能 就是它可以檢震 然後防止觸體 增加它那個彈簧的那個彈性 它可以稍微增加一點點的穩定度 因為它彈簧壓破的時候 它會擠壓到那個盤創橡皮上面 這等於說變成兩邊再擠壓 由這個橡皮來吸收那個震動 這樣子它會在過彎的時候 會比較有趣一點點 這就是花小錢啦 花比較小的錢這樣子 可以獲得那個比較平穩的功能 所以你們要改那個避震器的話 當然 用這種方式 用避震器改裝的 當然是最效果比較好啊 對 那這種的就是 算是花比較小的錢啦 然後也不會說 不是說對那個彈簧啊什麼的 會造成什麼比較不好的這樣子 有的人怕很硬啦 因為它這種裝上去 都不會說變得很硬這樣子 弄起來算是還評價還不錯 高貴不貴 價年無美 花小錢得到有點改裝的功能 什麼是觸體 比較不會翻到大地 有了翻下去 這比較不會這樣 從沒踢到大地摳一下 它這樣就不會了 沒有啦 我不會講話啦 我還蠻講話啦 講話很清楚的啦 我想陳老闆不是這樣 因為看到鏡頭 有點害羞 平常它很活潑 很浩洞 對 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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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浩就是 最喜歡的是錢 浩錢啦 那怎麼知道 要炒了多少 這種基本上 在裝的時候 要稍微 要噴一點點那個 潤滑的 這樣讓它上去 會比較好 升去 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 要沾一點 潤滑 潤滑 油 潤滑油比較好進去 所以這個裝呢 所以它應該高度不會提升嘛 就一樣嘛 不會不會 對啊 它不會長高的啦 只是說它的Q度會不一樣 這個就是要看一下 要剛好在那個 裡面啦 有沒有要擠進去 這樣子 這樣子 就大概放中間嘛 兩邊有個距離 那它壓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再造成那個 這邊的彈簧 比較不會壓縮 所以它那個行程 就會稍微高一點點 這個溝就是要 埋在那個彈簧裡面 哦哦哦哦 那個彈簧很高 弄完之後 要稍微 把它調在中間 一點點這樣稍微 量一下距離 嗯 大概在中間左右就可以 因為現在 有一點距離是 現在車子頂高 如果它壓下來的時候 這個都 幫忙都在溝裡面 就不會跳出來 這還是要 束帶固定 束帶 稍微收一下啦 它就 稍微保護一下 不要讓它說 跳出來這樣 哦 然後編好 那個吸壓 有有有 每一種車的 這個行程都不一樣 啊大小 也不一樣 所以要適合它的 對應它的 餐狀 這樣 陳寶你不用去飲嗎 媽媽來吧 媽媽來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外星星 你怎麼知道 我都會抓 沒有沒有 你當作沒有 你當作我在 我在旁邊看 我不用拍葉片 拍葉片是怎樣 要嘛就是很快 要嘛就是硬不了 對不對 蛤 阿Q你不要這樣 沒關係 我跟你講 我那天有研究過 三分鐘可以幫你剪刀三十分鐘 全部的動作一直這樣 重複重複一直重複 萬事起托欄 插下去就好了啦 你看 這個好像比較重 沒有 這個比較沒損失 左手跟右手這樣子 右手比較有力 左手比較沒力 是慣用手的便利 起臉 稍微束帶把它固定一下 這個束帶不能拉很緊 你要讓它有一個空間 剪刀稍微固定含住 那個 就是剛好 錄在這樣子 不要把它拉緊 這樣逼迫下去 這樣子 知道 要對嗎 好 固定好了 再來換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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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前面好像比較不好用 前面的就費一點力 哇 你看 好嗎 馬一下 試試看 多長耶 跟陳老闆一樣長就好了 陳老闆你多長 不好意思說 鄉民說的 30公分了 有有有 這 我看 這我沒有要剛才 好 不會爛 壓久了 它會變形 變形 那就 坐牙會越來越小 對不對 跟車子有關嗎 車重還是 對 你如果常常載很重的 或是載 再重都比較多的 就會很快就 耗損就比較快了 正常使用耗力 比較不會很快就耗損 不會 還蠻耐用的 就像泰山一樣 每次在車上那邊 搖 只能快就壞掉了 或者是阿呆也比較容易壞掉 因為它弄在燈有沒有 它洗洗洗 那裡面跳舞 這樣搖搖搖 很容易就壞掉了 看使用啦 其實正常來講 應該沒那麼快 因為橡膠東西 爛是不會爛掉 可是就是時間久嘛 壓壞掉的 他說30年前就有這個東西 是嗎 表示這個用 東西是有用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說有用 因為30年了 如果沒有用早就淘汰了 對 早就淘汰了 對 就是我 30年前就在用 我說30年前就倒閉了 30年前蓋避震器 也沒有下去 但是蓋起來就比較快 泰山就是娃娃的 沒有啦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們在當中娃娃少年喔 娃娃少年 我不是在你油 我們跑就出來了 你這人小學生啊 你 現在還是要做 結果一年 盒子 搖 明星 一虧 一虧 二虧 二虧 四虧 還沒有 一虧 差 一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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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 一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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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簡單的 不會啦 簡單的 太讚 厲害的不是我 厲害的是 大家支持我 我差了這個機會 不管我哪有什麼厲害的 我做的事情 跟他做的是一樣的東西而已 大家都很厲害 為什麼會不一樣 防盜螺絲 不要浮浪 真的是防盜的啊 因為你 你帶一種是拔不走的 你要帶兩種工具 我們這是F1打輪子的 陳老闆請問一下 這樣一組裝起來 大概要多少錢 剛剛這個套池這個 這四個換起來 大概兩千多塊 是含工代料嗎 含工代料 我想說套池一千多 空前三千這樣 沒有啦 好像含工代料兩千多 如果這個車跟改裝的避震器 比起來的話 改裝避震器 基本款的就要兩萬塊左右了 兩萬塊 可是改裝有兩桶低貴 第二厭車也是麻煩 因為它有降避震器 不過有些不喜歡太硬 這個就是變成原廠再升級一點的感覺 對 稍微把它提升一點這樣 當然也不能跟那個改裝的避震器比 因為改裝的避震器 它是彈簧避震器全部都換掉 對啦 那個一分錢一分貨 對啦 那也不能說你今天換了這個 你就覺得無敵了 你開車就是好像改裝的 對也不行 也不是 它是比較升級的一點而已 好 等一下我們去試車 東西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開看看就知道 走下去開看看 好 對 ULTRA DASH Z3 指標最強的DUAL LENS BIZOOM FITNESS Bring the Gym Home ご覧欄のsponsorの提供で お送りしています 有沒有尷尬 好像會什麼差 都開一下 有啦 有沒有尷尬嗎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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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1 2 3 剛剛是1 2 3 是 好像 比較沒有那麼翹一點點 這是 那種很小的 細微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它畢竟還是原廠 對 其實是 有一種 好像沒有那麼 壓那麼下去的感覺 對啊 騙量的 這是第一批 他說第二批要等40分鐘 不好意思啦 每次來都吃 對啊 它就不用搶 都賣出很多 對啦 我希望你 再剛剛就這樣跟他講 他會看影片 我們不好意思這樣當面 對啊 對 你知道為什麼大人 比較不會挑食喔 為什麼 大人 他自己喜歡吃的 他不會買他自己不想吃的 所以他不會挑食 過到真的比較有感覺 比較硬齁 比較硬齁 不是亂講 是真的有那種感覺 好啊不是說 換到變成器 完全不會晃 或是 對啦 是感覺上彈跳會比較 好像比較硬的感覺 晃起來 比較沒那麼的晃的感覺 沒有那種細小的搖晃那麼多 不過 看跳感真的是 會比較好一點 沒那麼的軟 看軟的感覺 可是還是 跟我們比起來還算軟 裝這個的壞處是什麼 聽說是這樣啦 那個 通身比較容易壞掉 我也不曉得是不是 為什麼 那個就麻煩知道的網友 在留言區 替我們解惑一下 對啊 因為我們沒有裝過 現在開上來的感覺是什麼 不錯勒 不過我覺得 還蠻穩的啊 我覺得 有差嗎 有耶差一點 之前有幫客人裝 客人說也有差啦 有些他們會自己去買 安裝嘛 保養的時候順便再安裝一下也可以 安裝都是有個工資這樣 傾斜應該也會有差啊 你知道嗎 不會那麼的觸底 所以你過彎的傾斜的角度 會修正一點 畢竟它相較也是軟的啦 沒有辦法說這麼硬 可是最常感覺上 還行啦 這樣講了啦 我是覺得齁 現在避震器的感覺是什麼 好像我換一組新的感覺 新的原廠 原廠的這樣 對 黑的形容就是 原本比較軟的嘛 彈性比較不好的嘛 現在變新的 你看 行車注意安全 不小心有車禍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都一樣 對不對 我現在形容 你這樣講 對 對 比較明顯的感覺 你可以形容得出來 就是類似這樣 然後先插這邊 我們現在把它點起來 這不是要拿鐵爐滷嗎 鐵爐滷 這鐵爐滷 看起來好像牙刷 哇你打工牙齁 其實鐵板像這個生鏡都沒關係 鐵板本來這個就會生鏡了 下次我們小是不是拍一集那個 裡面有漆有沒有 對啊 其實就比較不會這樣生鏡 現在是要洗下去就對了 對啊 最後把它弄一弄 對啊 清一清 不然人家噴上去 是粉塵上面而已 不是在卡塵的上面 等一下再用水洗過 等一下你換卡鉗跟那個 有丟起來嗎 有啊 可是我跟你講 感覺上好像有用 到最後還是廢物 也是丟掉 因為你不會換回去了 卡鉗會壞嗎 卡鉗有啊 也會壞掉啊 不然為什麼要換卡鉗 換的不是都那個煞車皮而已 沒有這個啊 你看啦 這邊油進來 我們踩煞車也會擠壓 擠壓 擠壓是不是壓力往這樣推 有沒有 往這邊推有沒有 這一顆有沒有 這個 活塞嘛 往這邊推 推到這個來臨片 這才會卡住嘛 這邊是這邊不會動嘛 這邊是不會動 它是固定的 因為它是這樣抓住嘛 你往推過來 兩個就變成擠壓就會夾住 就夾這個碟盤 壞的東西就是那裡 對 這個會卡死 有一天如果卡死了 有些不是說咬住 動不了 動不了卡住了有沒有 它就壞掉了 那不是神神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這個 對啊 所以會壞就是壞那個東西 對啊 一般通常來講是來臨片來臨片來臨片 疊盤 對不對 這個也是會壞 反而太久沒開卡住了咬死了 你剛剛有聽過咬死的嗎 我知道啊 對啊 也是會啊 其實啊你如果煞車都順順踩 也比較容易壞掉 你不要讓它活壞 有時候要踩一踩 你有沒有搭下去 有沒有像我快的 還要這麼大的 你知道嗎 煞車要多踩幾下 讓它好一點 可是它壞的機率沒有那麼大對不對 對啊 等一下就是把它噴好快一點 好那我用藥水洗一洗 等一下沖一沖 你有沒有說 啊我叫你記得愛睡 就把粉塵清掉 不是嗎 不是啊 之前噴的為什麼沒有 你這太垃圾了 對啊 這個真的很浪漢 這大概 新車到現在應該沒洗過 這沒人在洗這個啊 這怎麼滾 這不是這樣就有壓力 這沒人還沒力就這樣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也可以直接買這個就不用噴氣了 省事喔 對啊 還蠻省事的 好我們去裝了襯套 它變身器的 還有咖啡把它噴著比較漂亮一點 這樣看起來一點都不會浮誇 就像原廠一樣 等一下就拆一拆就可以了 今天柯P傳教室就做到這邊了 喜歡的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好你看 黏黏黏 剩下手也黏黏黏 笑 對啦 會名道要追蹤起來喔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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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拜拜 Ultra-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Bizoon Fitness Bring the Gym Home ご覧欄のsponsor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 你說打手槍那隻手會比較黑 為什麼 你只能看到那邊笑 哈哈哈哈 你都用左手或右手 你笑什麼笑 你的嘴巴還蠻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啊 說要吃這麼雞 吃雞 大家好氣雞 對啦 吃魚呢 對 我今天連有魚喔 哈哈 哈哈 連這馬蠻黑的 我現在沒有特色 這個我都會那個啦 那吃魚呢 吃魚喔 給你像台頭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